美国科罗拉多河Colorado River受到25年前害 以及气候环境恶化威胁逐渐前河 西部数周今天表示 已对减少用水取得共识 法新社报道 这项计划是在各州多年的激烈角力后提出 即使科罗拉多河已达危险临界点 威胁到4000万人的饮用水供应以及美西发电 各州仍拒绝让步 EI根据这项提案 联邦政府据传将支付12亿美元集水区 原住民部落以及加州、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城市 让他们在未来三年减少用水 这些州也会自行减少用水 但不会得到补偿 这些减水措施将减少科罗拉多河300万英亩英尺Aker Fit供水量 相当于其供水总量的约13% 加州州长纽松Gavin Newsom今天在新闻稿中表示 整个美国西部都处于气候变迁的前线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因应气候危机 以及前汉和洪水的极端天气 美国总统拜登胜赞这份协议 是我们在面对气候变迁和历史性前汉状况时 朝著保护科罗拉多河水溪稳定迈出的重要一步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